今次會講一講DSE 2017 年呼吸控制的題目 就是Paper 2 它與Paper 1 的內容 就是Nerf 神經的內容 有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建議大家先挖一振書 現在這個畫面大家看看熟不熟悉 然後就是Reflex Actions 反射動作和Voluntary Actions 隨意動作的一些比較 然後就是2013年 DSE 的MATCHING 大家可以停一停 因為我真的會講答案 你停一停看看是否懂得做 跟我們這條影片有關就是C的選項 究竟哪個部位壞了會影響我們控制BREFING RAID 呼吸速率的能力 官方答案就是MADERA 鹽水的 然後再Y1 2000年這兩條MC 都是跟腦有關的 大家自己停一停 先做它吧 我就不等大家了 32題就是問感覺 sensation 在哪裏產生的 就是1 Cerebrum 大腦 33題就直接跟今次主題有關 他就問Diaphram 橫甲膜是受哪裏控制的 橫甲膜就是受橫甲膜機控制 就是Diaphram 被Diaphram Muscle控制 那哪一部份控制Diaphram Muscle呢 他就告訴你 是有兩個部位的 正確答案就是Stay 肯定是對的 因為那個呼吸中書 Vasperity Center 是在MADERIA 即是4 另外還有一個答案也是對的 就是1 Cerebrum 大腦 為何是這樣呢 我們進入今次的主題 就是DSC 2017 題目 題目的背景是 有班人游泳 比賽閉氣 鬥久 第一題就問 在閉氣的時候 即是Holding her breath的時候 哪一個部份是控制Diaphram 呼吸動作呢 我們主動閉氣 這是一個Voluntary Action 隨意的動作 控制Diaphram 隨意的動作 就是Cerebrum 大腦 這個Marking 比起重點就是Cerebrum 大腦 它更詳細的是MODER AREA 即是運動區 到第二部分就問 閉氣後 隔出水面 然後它的呼吸就是Repidly and Heavily 即是很急速和有力 這裡有三個Keywords 第一個就是Simbolist 即是刺激 這個反應引起這個反應的刺激是甚麼呢 然後第二就是 導致這個反應的神經協調 即Nervous Coordination是怎樣呢 這裡有七分 其實是一個連續的答案 不過它是幫你答得好些 幫你剪開兩部分 我們又可以溫溫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 調整 Coordination 協調的時候 調整神經協調 Nervous System 另外就是 Endocrine 即是內分泌系統 那這個Simbolist 的刺激 可以是外部的變化 例如外面的光強度 外面的溫度等等 亦都可以在體內的變化 例如Blight glucose Level 的變化 這次這個Case 那個Simbolist 的刺激 其實就是 血裏面的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即是二氧化碳濃度 而至於 Receptor感受器 給予的Keywords 就是在CAMO Receptor 化學感受器那裏 那你懂得再精準些 就寫上 那些化學感受器 究竟在哪些位置存在 下面有三個 這次的協調 就是由Nervous System 神經系統完成的 這次的協調 就是由Nervous System 神經系統完成的 第二Factor 就是 Indicostal Muscle 和Diaphrine Muscle 即是那間肌 和滑膜膜 記住 不買肺 你寫了肺是沒有份的 最後 大致的反應 就是題目給了你 就是 呼吸變得急速和有力 把剛才我們分析完的東西 就用一個段落 輪述出來 就是marking 我不再重複一次 大家自己看 就是要看看 你那些Keywords 是否攝取得齊 然後第三Factor 就問 它回到水之後 覺得有點冷 會有什麼生理反應 有什麼physiological response 這裏其實已經拉到第二課 就是體溫的生理調節 希望大家記得這些概念圖 這個圖總結了 我們覺得冷的時候 皮膚可能做的反應 但現在這個Keywords 是浸在水裡 然後出來 4是一向都不重要的 我們那些樹毛肌 我們那些毛那麼短 加上你還是浸濕了 再出水 那就更加沒有用 而3 在這個Keywords 也不適用 你又不可以說 出笑一些汗 因為它的油在水本身 也不太出汗 所以重點就是1和2 所以這次適合配合的 就是我現在 這個表面面 紅色 planner 還跟着那三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組答案 也是對的 就是打冷震 即是我們肌肉會在這裏震 這個答案是冷滿些 不過在這個情況下也是對的 这条影片到最后为这个课题做一个总结 我们在就这样学 core 必修部分的呼吸机制 讲呼气吸气有一堆 step 一二三 现在这个画面我将它重新排位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 去到Elective 选择部分 其实会多了些东西 有什么呢 首先向Madeira 即是在肩水中的呼吸中枢 去控制环 earante- diabetes and-膈 walking and那个肌肉 Sharing happened 还有个 terms 这都是大家认为的 但我之前一直没有说 conduit 为止吧 肺地方有抗酸 吸气的动作令肺肺炸脏之后 肺裏面是有strache receptor 即是有牽張感受器 這個概念對上一次在課程出現 應該是失藥反射的Vflex strache receptor 牽張感受器 會傳回訊號去Vest Bridge Center 即是延水呼吸中心 避免肺擴張得太厲害 自己撐爆自己的肺 所以它的訊號會抑制呼吸 令我們呼氣 最後總結一下有什麼因素 會影響我們的呼吸 剛剛說完肺裏面的牽張感受器 strache receptor 其實不止 身體不同地方都有strache receptor 你試一下拉筋 其實你的呼吸是會受影響的 所以肺是最大影響力 但身體其他部份的strache receptor 都會對呼吸有影響 然後我們在這些課 花很多時間去處理 Cyban Dioxide 耳影化體的影響 中間的核心就是 Kymo Receptor 化學感受器 這段影片一開始 我們從2017年那段 過程開始講的 就是講閉氣 所以我們的脾氣 大腦可以透過 Volentary Action 隨意動作 去控制我們的呼吸 而根據大家生活的經驗 你們都會發覺 情緒會對呼吸有影響 甚至它會反過來 我們用意志力去減慢自己的呼吸 亦都會反過來 是會平復到自己的情緒 所以究竟有什麼因素 跟呼吸速率去互動 其實是有很多因素 現在的科學 的研究都未完全弄清楚 真正的圖片 比現在大家看到的 是更加複雜的 不過如果我去應付DSE 你有這個理解 就足夠了